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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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请教一下幸福 这个加权指数的部分 这个留下影线是好事 可是感觉上它又破低 怎么观察 那为什么最近外资一直卖一直卖 一直卖台积电呢 主要一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元升值 那有一些美系的资金 可能要回流到美国 那当然我如果说今天外资还要卖股票 我先挑什么 最好卖的开始卖嘛 你看这个台积电每一档大概都好几百张 流动性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最近一些大型的 特别是电子全资股可能呢 短线上都成为外资的提款机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说呢 跟现阶段整个这个中美贸易冲突也有关系 那市场的气氛比较不佳 那所以呢也导致呢整个大盘 特别是台积电这样的全资股表现比较弱一点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年 台积电它这个股息的一个配发状况 我这边抓了大概是近五年 你可以发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每年从3块4块半6块7块8块 可以说是节节高升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它其实 现金的这个殖利率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到以这个缩盘价来看大概有3.5%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外资投资人关键 就是说台积电如果维持稳定成长的话 假设今年可以配到8块 明年再多配一点8块半9块 其实呢它是一家什么稳定获利的公司 所以这一次呢我想礼拜一呢台积电呢 除息的状况 状况就会非常影响未来大盘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希望外资可以赶快回头啊 这殖利率真的还蛮高的 对没错 所以说其实之前先跌了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 因为跌再完除完息的时候 说不定外资呢 就有机会慢慢来把它做一个回补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国内外的一个新闻来发展 下个礼拜 除了礼拜一台积电出席之外 还有下礼拜二有一件大事 对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小米它是由雷军所领军的 成立大概已经有8年的 那小米的话即将要在香港做IPO的一个挂牌 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不被此笑的梦想就不算梦想 所以其实当初呢 这个小米的这个在这个一路 闭驴男生走过过程里面很多人不看 但是假设以他挂牌还有雷军目前始果的状况来看 他有可能挑战大陆的一个首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小米除了他IPO之外 最近你在发行所谓小米Note 8 那如果说我们先把品牌折起来 用这样子的硬体规格 大K 你觉得这样的手机要卖多少钱 这个骁龙高通 三星面板 2000万画素 这么多的功能 其实功能是比这个苹果来的更好 不过我还是会用苹果啦 对那当然苹果的粉丝 我们就没有办法 因为两个作业系统不同 用习惯苹果的人 当然苹果他还是会成为知识者 那重点这款Android的手机 要抢的就是安卓的一个客户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湾的工艺商 我这边整理很多 包括像台湾的大陆 但是你可以发现 台湾的工艺商 在里面也有蛮多家的 用蓝色字来表示 大概大力光 联发科 宏杰科 惠鼎 因为惠鼎是联发科 转投资的也算 银叶达这些都是台厂 那我这边简单 帮大家整理一下 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表现 那从目前整理到的一个筹码 还有他的一个 我们用股息现金值 我们知道快出息了 快出息的话 其实很多的法人都会关注什么 你公司呢 到底获利稳不能见 能不能够配出 稳定的现金股息 那你现在来看的话 大概这几天 买超第一名的 应该是这个银叶达 买了1万多张 然后呢 宏杰科也买了5千多张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两档个股最近的表现都还不错 那我们刚刚讲 最近因为外资在卖超 所以大型的电子前银股 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 短线上成为外资的一个提款机 另外从殖利率来看的话 今年应该达要配1.65元的现金股息 所以他的现金殖利率也是最高的 有6.65% 这个非常不错 这个现在定存的利率呢 是1%左右 所以呢 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殖利率 重点是什么 还有包括像什么 筹码面的一个表现 这是英业达K线图 这是外资 最近你看一路买 一路买通常都是买超为主 还有呢 常常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的 千张大户持股 你看喔 连续5个礼拜 都是往上的 大户一直买 一直买 所以说他们参加呢 英业达 可能未来除息的 这个6%以上的殖利率 1月非常高 相对来讲 散户是什么 一路往下 最近盘不好嘛 就一直卖嘛 因为看股价涨 有贪钱啊 先落袋 所以你可以发现 筹码的流动性 英业达来说的话 也算是近期呢 小米的台场供应链里面表现最好的 好 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台北股市 最近当充客特别多 那我们整理的这个是礼拜三 礼拜三其实呢 前10大当充占比的个股里面 有5档都是被动元件 那昨天呢 当充前10名的呢 有3档也是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最近的消息非常的多 包括这个国际集团 不断的做一个整并 不过呢 最近股下开始出现一些震荡 现在请教一下这个阿亮 这个被动元件 基本上呢 算是台北股市目前最大的人气指标 因为大家喜欢当充嘛 有波动性 可是呢这个 当充客越来越多 像我们举例 齐立新昨天 成交量将近3万张 既然有 超过一半呢 都是做当充 大意更夸张 这个将近7成都做当充 所以现在被动元件 这个好像不当充好像 很难做 怎么观察 是 没错 这个部分 能够适合被当充的股票 就代表说它的股价是比较活泼的 嗯 那比较活泼的原因在于说 这个题材是非常热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被动元件 就是市场认同度比较高 对 市场认同度比较高 而且我认为 接下来这个被动元件的 一些相关的题材 还有机会持续的延烧 因为各位你看一下 其实被动元件这一波 它在2010年到2016年之间 它已经这个 价格的部分呢 低迷了大概将近快6年 对 那在这6年期间 因为你做一颗几乎赔一颗 那干脆很多厂商干脆不要做 所以不要做的情况之下呢 到了2016年 有些厂商受不了了 我说我干脆退出 一般型的这个被动元件 那大部分还在继续做的呢 它继续转往什么 转往这个比较高阶的 高阶的 因为高阶它可以运用在哪里 因为2017年的时候 这个手机啊 3G转成4G 那汽车的部分呢 也在电子化 像这个先进这样的辅助系统 那再来呢 就是挖矿的商机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旺 那在很多物联网的部分啊 等等这些需求呢 都让这个被动元件 相关的需求量都是大增的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呢 一个现象是 国际大厂的部分呢 通通都转往高阶去做 所以造成目前中低阶的部分呢 出现一些缺口 所以去年啊 国际就利用这一波的机会 大举的做一个什么 涨价的动作 所以可以看到 国际啊 陈台铭的部分呢 他去年乘市 总共涨价了6次 那利用这6次的涨价机会呢 他把股价慢慢往上做推升 最高推到这个1255块 来到 今年的台北股市 都是陈台铭在玩啊 几乎都是看他 那股价他来到1255块的时候 KW你知道他市值到多少吗 4400亿 所以他市值大了嘛 所以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玩并购 对 所以他今年你可以知道 前前后后他已经 6次并购了 那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 像川普打出的口号 竞选口号是 我要让美国保持伟大 那国际呢 他并购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这个啊 国际 继续保持伟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一次6次并购 并购了哪些 第一个他先用73块的公开价格 收购了军钥 对 然后再跑去美国 收购了这个美国的普世店子 对 然后再利用这个奇力心 去合并了美磊 以及这个美捷 对不对 然后再利用凯美 去入股的加邦 以及呢 并购了这个博汉 对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动作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他看到了一些现象 这张图可以跟大家看很清楚 现在高阶的手机 一支手机 他需要1000颗的被动元件 那传统的汽车呢 以前是需要1000颗 但是现在因为汽车要电子化 甚至未来呢 2040年 全世界都要电动车化 电动车的被动元件需求 是1万颗 对 也就是说他这样子 光车子的部分 需求量是增加了10倍 再来5G要来了 所以5G来的话 情况之下呢 全球大概有15亿支的手机 要做一个换机 那包括这个机器台的建设 需不需要5G 要 所以呢整个被动元件的需求 会非常的大 那你说陈泰明看到了 国际上的大伞有没有看到 也有吧 也有看到 所以呢这个春天的部分 他已经讲了 我要砸80亿 我要开始盖新的厂房 可是呢盖新的厂房 要盖到机器进厂安装好 再到出厂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呢陈泰明曾经讲过 这个需求呢 到2019年是无解的 为什么 因为春天现在去盖啊 他盖到 包括这个货要出来 也是要到2019年年底 所以他讲这个是有道理的 那如果说陈泰明看到了 国际大厂也看到了 那其他厂还会被跟进 所以接下来2018年到2019年 这个地方 我认为全世界很多的被动元件大厂 会出现所谓的这个扩产潮 那扩产的情况之下 被动元件里面 我们如果说再去操作这些 涨太多的 一定有他的难度在 那有没有一些股票是 低档还没涨的 像今天台北股市啊 很多低价的 像这个军宝 九豪 雷克 涨停 对不对 他共同特色股价都是三四十块而已 所以呢接下来我认为啊 在扩产效应的情况之下 这个里面台北股市里面啊 比较有机会的就是6207的雷克 今天的股价呢 我这只要没有更新 他上来了 那这个股价量也上海 他带量准备要准备要突破前高 对不对 那他最主要做什么 就是国内最大的雷射设备厂 还有以及兼这个被动元件的耗材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未来呢 他的这些机器设备啊 你被动元件扩厂 他几乎都有 他可以完全包刮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他未来的营收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 这个地方绝对有机会 那再来看他耗材的部分 耗材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他的一些厂商啊 几乎都是国内一线的大厂 包括大陆的风华高 都他的客户 所以当被动元件 越卖越好的情况之下 这个耗材要不要 需求他一定会出来 所以加上耗材 加上这个机器设备 我认为 接下来他营收有机会上来 那他营收有没有上来 你先看他这个五月份 五月份的一个营收 月增率已经快一倍了 但是股价这一波呢 表现了 跟这两档比起来 这两档月增也都不错 对不对 跟这两档比起来 他的涨势还是落后的 像浮育啊 这个切入到 石墨模组设备的部分 涨了快一倍 那触控安息的部分呢 也大涨 那雷克的部分呢 有这么好的题材 可是股价表现呢 才34%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严重的落后啊 后面可以持续做一个参考 好 分享下来五位来宾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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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